下午要去看牙齿的 看了牙齿可能不能吃的 今天应该拔不了 发炎还是疼 你去看一样 没有啊 我估计啊 我们今天是拔不完之后 因为我现在还有点发炎 你去检查一下 用总是好的 看到右边的车吗 都是排列区那个第一月的 估计的有差不多200米排队的 你怎么过去呢 你错过了那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背的那个路口 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一月里面了 你预约的十几点 你赶紧跑 我预约的十两点八到三点的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五号楼 直接去五号楼三楼 预约取号还是预约挂号 预约取号 普通吧 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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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预约过了 到三楼好像直接去拿票就行了 哦取号取号取号对 现在我们好久没有来医院了 都变这样都不会 好事呀 进步了 我是说我们没来医院是好事 那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 对人们也是好事 他感觉他一直都是种着的 好几个月了 反正在吃两天 大概能吃几天 因为我们可能过几天要出门了 他拔了之后能到外地去 在那个吗 要拆线子吗 可以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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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抱这么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回家了 就配了一些药 因为我让医生看了一下 我这边还是发炎比较严重的 不能直接拔 然后配了点药 他说先吃个三四天 把那个炎症给消下去 我这个支持发炎 就是在高原的时候 尤其会特别严重 就是疼着睡不着 然后既然第二天什么的 开车什么的都不好 所以我就想这次 回来干脆就把它拔掉 我先 这个是漱口水 要不挺便宜的 两种药反正也就17 8块钱 加起来 我先吃吧 那等着三四天 三四天看看这个发炎的情况 然后有好转的话 就是把它罚了 到时候可以去西宁的时候 拆线或者到其他地方去 可能要拆线的 那行吗 西宁还好 大城市医院好 它这个是漱口水 味道是挺冲的 然后他说如果接受不来的话 可以兑水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真的很怕你吞下去 有刺激吗 疼吗 那就静静地等待三天吧 我到那一会冲啊 我去倒吗 我到你희 感谢观看